這個小弟斗膽啊 小弟就是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可以跟部長這邊交流一下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要勞動部跟教育部 我們跨部位 後面會來回座 Hi What's up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會山少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這個影片之前呢 有看到我們禮拜一的直播啊 今天就是我們正片的時間 我們就來立刻快速的回顧 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的精彩剪輯 各位現場的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52屆的全國技能競賽 我是超認真少年 我是三小日子 蔡珊 有沒有跟線上的朋友大概來自我介紹一下 你的頻道說在幹嘛呢 我的頻道主要就是在鄉下做一些老屋的改造啊 或者是鄉下生活有關的內容 對 請問我們今天來這邊幹嘛呢 我們今天來這邊是來 聽說有非常厲害的競賽正在進行中 真的有趣了 我們身為一個工業技術的頻道 常常分享很多奇特的技能給大家 那我們就完全不能錯過這次的這場賽事 雖然今天競爭的非常激烈 但是他已經只是從台灣的全國 嗯 之後下一個我們要比到亞洲 沒錯 亞洲比完就是代表參加國際賽 哦 所以今天的比賽真的是非常的特別跟非常激烈 尤其今天的第一場我特別想拍 因為今天的年齡 才大概是12歲到15歲 蛤 我還以為是30-40歲像不一樣 各位可能現場觀眾朋友看到業界很多老師傅跟老司機啊 在暗場裡面叮叮叮叮 他們可能都是老師傅級了 但今天的這些小朋友們 就從12歲到15歲 就已經可以獨立作業了 欸 這個 看來這個人是是長官的意思是不是 哦 他是哪一位家長呢 是不是家長 是部長 哦是部長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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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們的老朋友阿宰師嗎 我們每年都會在會場見過一次 是啊 部長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空讓我們情緒勒索一下 我們想說在直播的時候也可以藉著讓很多社會大眾的朋友們去了解到怎麼樣去認識這個比賽 跟我們現在其實老公朋友啊 就是非常的缺乏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銜接學生的銜接過程當中讓他直接升到業界 對 曾經啊 我們在去年有拍過這個地方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因為很多老公朋友們失業了 之後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在我們的社群跟我們的YouTube頻道裡面去問說 誒我要去哪邊當學徒啊 然後我要去哪邊去學新的技能 我要學漢階怎麼樣啊 結果其實大家都不知道其實政府在這邊都已經準備好了 你都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沒錯 來報名 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其實這件事情它已經存在很久了 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 然後我們拍完了之後啊 原本曾經沒有要開的課全部都爆滿了 所以這要謝謝阿宰師啊 真的 你知道就以前啊 我們每一屆就是國際技能競賽 都會在不同的地方辦的 但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要站在這裡直播呢 因為我們在等待的是2025年 這個部長一定絕對非常清楚 2025的亞洲賽的主辦國家就是我們台灣 太開心了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一起來參與 對我們就是從這個時候好好的訓練 部長我不知道待會有沒有時間一起跟我們來 稍微帶著現場的直播觀眾們 跟我們頻道的觀眾們 來一起看一下今天我們大家在學校中 今天有時間嗎 有 follow you 其實可能這次技能競賽裡面 百分之八十小弟都略之一二 除了煮菜餐飲之外 我覺得你很強 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我看你那種每個職類機器啊 設備你都很懂 我覺得可惜小時候 國中畢業高中 高中有選高職 高職或者是有選考大學 那他的科系決定了之後 他可能一輩子就往這邊走 但其實在江湖上有很多隱藏的技術能人士 對 像你就是啊 不要這麼說 我們就只是一個打開大家對於工業知識想像的朋友 這個很重要 對好 那這邊我覺得讓專業的人解釋 來 裁判長 裁判長 工業控制好 他是工業自動化設備的一個設計與裝備 從他們的這些動作看起來 你完全想像不到他就是國小剛畢業而已 你看他們在比賽這種專注喔 就是超認真少年 居然幹什麼超認真少年 不瞞部長說 其實我們早晚有一天 是要把超認真少年這個品牌傳遞給後面的人 對 我們就希望其實超認真是一種態度 就像每天真的認真工作 不管各行各業的人 對你只要你超認真 那基本上就是帥 看到這些 對阿 選手你會覺得很高級 後繼有人 突然覺得部長來好開心啊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部長來 我可以少講一些話 讓部長跟他講話 因為部長在講話 我的消費是一樣的 今天我們隨隨便便在路上 看到的或者是經過的 小朋友或選手們 他說不定都是一個非常強的選手 對阿 就像今天這位 我之所以認得他是因為 是家事對不對 不然你也認得 他有跟我去踏山啊 對不對 什麼你既然跟部長施約了 他是亞洲賽的金牌 國首你今天要幫我們跟部長介紹嗎 對阿 對阿 我們裡面可以 你們不是曾經一起約出去玩嗎 今天人有點多啦 今天人有點多 這樣子不要緊張 村部長這麼可愛不要緊張 這個是電氣裝備 青少年組的部分 這個是以前的叫室內配線 再久一點就叫電降 那我們現在的大概國中的技能 我們已經培養到有頂級的技術能力了 國中15歲 其實大家現場觀眾朋友如果從鏡頭裡面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那個配線的那個線條 是非常講究的 那個不像是有一些我們做裝潢拆除的時候 什麼軟件 他們這個連每個角度每個R角 全部都是要經過很認真的考試裡面的項目去做的 我心中有一個想法 有點鏘但是我不知道要不要做 原本他一開始他們是想說 讓我現場表演一下接電給大家看 那既然部長被我們攔截了 這個是很像社會江湖道義的問題 假設我在這邊 我接贏了部長 那好像也不太對 但是如果我接觸了部長 那我頻道也不用開了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讓國手來教部長 我們等一下 部長我們先來打這兩條線 外面這個皮剝掉 對對對 對對對 稍微用點地往外面 對 不錯咧 再來呢就是把這個擦上去 開關 好可以囉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要不勒趕 不錯 下一步要拿 開燈 好可能沒這麼紅 這時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看燈泡有沒有 有沒有抓緊 對 我們這時候去就請專業的那個 專業的電工 專業的電工 要這時候再試一次去 沒有亮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再查回break 我們要一次從下午往上查 嗯 有啦 行了 每次就這種儀式玩啊 我覺得政府的長官 最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看到一個畫面的時候 你就要想個吉祥話 這樣會很機車嗎 不會 不會嗎 對 因為我覺得每次我曾經有看過一些現場 跟我們一些 曾經跟一些長官們直播過 長官們都很厲害 你只要看到一個什麼畫面 他就能夠說出一套非常正向的語言 我來想一個吉祥話 想一個 就是2025亞洲技能競賽 台灣亮起來 那是什麼 你有沒有社會話 台灣講完你就拍手啊 喔喔 拍手 拍手 來說個吉祥話來 我們讓三小瑞子來講一下 好 那我們就是 一樣就是 2020 2025年的亞洲技能競賽 辦在台灣 完了完了完了 台灣亮起來 欸 很棒 不好意思 部長來跟我胡鬧 不會啦 不會很有趣啊 你要有機會 我還想來參加你們的直播 真的嗎 我們直播箱真的不會太胡鬧 真的不會太胡鬧 真的很好啊 真的嗎 對 就是這麼生動 其實 其實我覺得小弟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 一個想法 我就可以跟部長這邊交流一下 好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 我們很多工業的朋友們 是 這個在社會的地位上 還沒有被 可以往上竄起來 那曾經有一些很厲害的國家 他們都會用 把一些比較厲害的大學 去改成職業學校 嗯 對 因為其實我們做工業 做到一個程度之後 其實你念的書要非常多的 但是大家可能還是 停留在很多工業的朋友們 就是 很可惜 所以這個成績 關係到勞動部跟教育部 這個小弟斗膽 就麻煩請長官們 去替我們的勞工工業朋友們 支持幫忙一下 阿載師講的 這個的確 我們很多工業技術的好朋友 他其實有技能 但是他要再更加提升 就是要不斷的精進 包括專業知識等等 我覺得技能就是不斷的學習 才能夠提升 因為不盡則退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要勞動部跟教育部 我們跨部位 會不會來回過 這個真的不是我們小弟 一個每天講屁話的 YouTube頻道 做不了的事 但是很榮幸 今天能夠中間 抓個部長來 趁這個是會直播吧 OK 非常好的建議 我們部長 你外面的助理一直在跟我說 跨圈圈 就是說部長的時間 沒問題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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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全國競人競賽大會封條 你上次看到封條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是我家房子被拍賣的時候 哇靠 這麼寫實的 也沒有啊 不是 通常是我們大會考啊 或者是我們考高中的時候啊 嗯 或者是考大學的時候啊 就有這種封條 沒錯 所以其實每次看到這種封條 就表示它是一個 等級之高的比賽 比賽 那你知道這間裡面要幹嘛嗎 聽說正在跟機器人相關的東西 你在國中的時候 玩的機器人是長什麼樣子的 就是非常厲害的樂高 那你知道他們裡面 15歲玩的機器人 可是什麼樣子的 聽說比樂高還更強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進去看看 這個機器人比賽 好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任務喔 是 會有 再有兩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的時候 我們會由電腦隨機來 抽出這個射環 例如說假設我們電腦抽出是藍色 是 那麼它的機器人從出發區出來的時候 就必須要先第一個 把藍色的射環先推到我們的四球區 嗯 這邊為什麼會有兩個不同的顏色呢 因為這是一個 加分 加分的 像打NBA三分球裡面 誒沒錯 這一顆就是三分球 哦 其他的都是兩分球 就是標準的球 所以它這一顆推進來之後 它就有多了一顆三分球 那我們這次的題目也開放 這個選手有紅利 就是說它只要第一顆推 對了另外兩顆它也可以再推 想辦法再推進來 那它就會有三個三分球 而且我們會讓他們這三個射環呢 讓選手自己拿到目標區 因為那個是已經由裁判老師固定的位置 這個地方他們就可以自己挑位 但是如果今天它只有推一顆進來 那另外兩顆沒有推 那它就只有一顆 很難耶 這很像在社會上 葉主給你下任務 啊對 你現在在幫我想一個機器人出來 我這個機器人想要怎麼樣 你幫我給我投進這個籃子裡面 不是 這個除了手作主力的能力 然後你的結構力學 其實都要很不錯耶 沒錯 這個作用力反作用力 因為它裡面每個都要講究到的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系統跟物流中心 基本上已經全機器人了 沒錯 連我們上個禮拜拍的那個所有的捷運 它裡面很多的任務 或者是物流的任務 基本上都程式寫完之後 都是機器人去動作的 對 確實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在未來上非常的強手 所以大家看到的所謂的 以為的傳統工業 跟就是 以為機器人現在就變磨砂石 對 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 跟著這個趨勢跟社會的結構 去做不一樣的改變 沒錯 那你這一站看完之後 你還有想要特別看哪一站 當然是跟我本質有關的 木工相關的 哎呀 如果等一下木工相關的 你再不好好講 那可能 你說的可能看看 所以可能我就 還會要走回去避覽了 沒錯 好了阿倫斯 這邊終於來到我的主場了 就是七料裝潢 那這部分呢 你知道主要是做什麼的嗎 你不知道嗎 那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七料裝潢主要就是 我們一般在裝潢的時候呢 我們會需要來進行就是很專業的裝塗 那在這邊呢 我們一般就是會把 不同這個標準的動作 然後我們會 在門窗啊 框啊 或是踢腳板這些 上面呢 我們會進行噴塗組裝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更需要知道就是 選手們他們是非常的 講求就是快速又要品質又要專業 那這樣大概了解了嗎 你倒是說話 好是的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七座這個部分 大家後面看到我們這個 看起來很像明音圖有沒有 明音圖 很像梗圖啊 這個是考題 大家一定想說 靠 畫在幹嘛對不對 不是這麼簡單 來 請看這個 這個東西通常在比賽的時候 會有個基準點 S 我們從基準點這邊 往上放亮的位置 去做一個比例的時候 它要畫出來的圖像這樣子 所以它當然比的是精準度 也就是說 它能不能完成設計師所給予的圖案 然後每個人畫出來的師傅 都是基本上一樣的 完全一致 因為如果今天你是要做大型的廟宇啊 或者是你今天要做一個像 我們以前很常會到國外去做 大型飯店的公共建設 我們又說畫這張圖 結果五個師傅畫成五個圖 全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礎的動作 像我們這樣子 直接一路畫過去 很明顯的就看出來 有人畫錯了 到底是誰呢 到底是誰畫錯的人 我們這一站應該會有我們的裁判長 你好 你好 每一站就是最喜歡 招老師 我是CQ中央之類的裁判長 我是CQ中央之類的裁判長 老師我們其實在直播 我們通常換名片好像不太好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老師的電話是 這一站我們的同學們有什麼重點 上面這一題啊 是我們發的題目 給它一個規定的尺寸 來讓他們畫出一樣的圖 那中間這邊呢 則是運用三個漸層的色塊 來做出的圖案 那最下面就最特別的 每一個選手都是不一樣的圖 他們在學校裡面 就先已經準備好 一個他們要的自由表現的圖 所以這一次我們很快速的 這樣子看著一次當中 目前已經算比賽結束了 因為我們目前的全國的青少年組 都是四小時 那比賽完之後 像目前已經在整理工序 你有聽到這個關鍵的字嗎 四小時 四小時耶 這樣子耶 這這麼熱的屋頂 所以我覺得今天能夠經歷到 這些的小小選手 這個以後在社會基本上都是很不得了 因為在這個很艱困的環境下 你這麼緊繃的時間內 你要完成這些項目 對 想必日後都是大將 那我們就要再快速的移動到下一站了 我們要開始奔跑了 謝謝老師 那各位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待會見囉 GO 我們現在來到的 其實就是阿萊斯他們頻道 最熟悉的這個領域了 那就是CNC 其實也算我比較熟悉的 但是我的CNC都是做木工用 這邊就是CNC的車床有旋轉的 然後也有洗消的 所以就不太一樣 關於這部分的姿勢 我是略懂啦 不過阿萊斯你有什麼想講的嗎 沒有 略懂是不是 好 這邊主要就是在做洗床 然後這洗床就是把鐵加工成 就是需要的尺寸 你確定 確定 應該是這樣沒錯 沒錯 那我們就加工的尺寸 跟我們木工的CNC又不太一樣了 因為木工的CNC呢 它的誤差值就是1mm 2mm內 但是在這個鐵工加工裡面呢 它的誤差值就是蒜條的 通常我們在做木工CNC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洗鋁 不過速度也要非常慢 對 那我們通常那種就是乾式的在洗膠 不過這邊多數的話 它都會配一種液體 什麼液體呢 在洗膠的過程 那個好像是潤滑油嗎 什麼潤滑油 你好好說話 這個真的烤到不好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回到超認真少年 我們這一個讚啦 厲害啦 CNC 電腦數位控制器 還記得我們以前拍過CNC的影片嗎 對 我們有一支工廠開箱 不知不覺我們那支CNC的影片 竟然已經有到160萬的人觀看了 這麼多人 想不到吧 台灣竟然很多人對工業很有興趣 只是以前不知道 以前沒有一個莫名其妙的人 出來拍那樣 對啊 那今天我們在比賽現場 你知道要比的是什麼嗎 今天主要是要比的就是 老師會出個考題 對 學生就要開始進到電腦室 開始自己設計 然後設計出他的刀路圖 然後他選擇什麼樣的刀去洗膠 還有幾軸的 然後最後撐出來後 老師會拿那個尺去量出他到底準不準確 以前我們在 可能在業界做製造業的時候 你做CNC 大家就說交得夠就好 但是這種比技術比極限 所以基本上他的東西都是 在MU 要比到MU的 而且大家往這邊看過來 各位不用看到LOGO 從這個造型 從這個樣的形狀跟這樣配色 你知道是哪一家公司的機器嗎 台東金星 剛好就是我們拍那個 最多人觀看的那一集引擎工廠 對 剛剛我們看到的油漆 是有人贊助了油漆的公司 這邊是有人贊助CNC的公司 而且看過去這整片都是 真的嗎 整片都幫忙贊助了很屌吧 這個金額真的很大 很驚人 很多廠商真的非常有心 對 對國手支持 對而且因為每次的比賽 一陣子一陣子 比賽的項目或者是會考題會變 所以你的機器設備也要跟著更新 CNC從以前的三軸 這一路已經到了幾軸了 六七軸吧 有這麼多軸 三百六十軸 現在已經三百六十軸 沒有啦 我按 今天的大略的簡單快速的參訪下來 有沒有什麼樣的特別感想 有 我覺得這些選手們都好厲害喔 除了長官來的那一部分之外 怎麼沒有那個對方也很厲害啊 當然不能亂講話 他現場公司可能不知道 我們在那邊亂找部長來的時候 後面全部的人就說 你耍小啊 全部的工作人員傻眼 今年真的很特別 那也感謝政府各樣的支持 這樣子的賽事 感謝讓我有機會可以來跟大家介紹 來串場一下 今年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找這麼多的頻道來 是因為 讓很多人看到 不同的媒介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領域看到 其實 有些人家長的小孩 可能你或許真的書本 對你來說是一個負擔 技能競賽 不僅是可以幫助你一個未來的能力之外 而且它也是一個升學很不錯的管道 還可以當國手 還有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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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名聲 對 以後可以當老師 對 老師之後呢 再教學生繼續訓練 學生之後畢業呢 再來當國手 國手之後呢 再當老師 老師之後呢 再拿獎金再比賽 夠了 在此感謝各位現場的朋友 來陪伴我們這個開心的上午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好啦 各位朋友 這個就是我們在第52屆的直播現場 各位現場我真的要好好加油 就是 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跟很難得的經歷 贏的話非常恭喜你 輸的話我同時也要恭喜你 其實你正在經歷一場人生 一個很特別的資歷跟經驗 我覺得在這當中 不管有沒有找到你的興趣 或者是有沒有得到你所想要的 心中的榮耀都無所謂 因為你要知道其實 今天這個就是一場比賽 你的人生還非常的漫長 那把這次比賽的經驗 當成未來的一個力量 好好的去往你的人生路去邁進 所以今天這個第52屆的全國競爭競賽 我們就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結尾啦 接下來還有亞洲賽事跟全國賽事 還有記得2025年的台灣主辦 話不多說 我們一起來輸牙囉 YA 沒有啦節目效果 我沒有亂丟 全部都很整齊 剛才部長在旁邊看了 沒有啦 部長離很遠 部長應該看不到 掰不 有人找簽名 他發現這裡 超香耶 因為會不會人家以為這是原車 然後被找 不會不會吧 像牽車子也超香 市場不同用 市場不同用 然後我們這邊 右邊那塊就是 恰城 恰城 車床 簡單講 他們是圓的東西 圓的東西 跟客人們一樣 說不定 別再去找 很快 by bwd6